大家好,我是Marco,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。 在这段视频中,我将向大家演示业务包的相关功能及操作。 首先,我们以新建业务包开始,点击数据配置。 来到业务包管理界面,点击新建业务包。 左侧出现我们已经建立的数据连接。 FanBI的业务包允许使用多个数据连接中的数据。 我们可以从FR-DEMO数据连接中选择几张表。 接着,从TEST数据连接中选择几张表。 点击下一步。 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已经将来自两个不同数据员的六张表加入了同一个业务包之中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如何在业务包中进行表的配置。 在数据库中,一般表明和字段名都以英文的形式存在。 但对于数据分析人员和业务人员来说,当表明和字段名是英文时, 或者当字段名不能很好地表达字段的业务含义时, 会对他们利用字段进行数据分析造成障碍。 所以,我们应该将业务库中的表明和字段名转化成中文的形式, 也就是字段的转译。 我们点击一张英文的表,点击contract。 首先,我们将这张表,它的表名转移为合同信息。 然后,我们可以将总金额这个字段转移为合同总金额。 点击保存。 这样,我们对表明和字段名的转移工作就完成了。 当然,我们也可以利用自动读取数据库注释作为转移的功能, 读取数据库的注释。 点击读取数据库转移。 等待它读取完成。 这样,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数据库已有的注释作为转移。 建立了转移之后,我们在新建分析中看到的字段名, 和表名将自动变成我们转移之后的名字。 我们回到EO包配置界面。 下面,我们将对EO包里的表,建立表与表之间的关联关系。 只有建立了正确的关联关系的表,才能实现表与表之间的数据在一起综合分析。 下边,我将会向大家示范,如何将两张表关联起来。 点击合同的回款信息表。 把合同的回款信息表通过合同ID与合同信息表关联起来。 点击合同ID的关联表。 在EO包选择的界面中,选择我们刚刚使用的EO包Test。 选择合同信息表。 选择其对应的主件,合同ID。 点击保存。 这样,我们就完成了两张表之间关联关系的建立。 如果我们在关系型数据库中,已经建立好了表与表之间的主外键关联, 可以通过读取数据库关联的功能,直接将关联读取进来。 完成对业务包的配置后,点击右下角的保存按钮,以保存对业务包的操作。 需要注意的是,为了使业务包的更改在多位数据库中生效, 需要在客户更新设置中点击立即更新多位数据库按钮。 以上就是业务包功能的操作。